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缺乏一个明确的方向 想问一下您会如何来看待这一现象 当前主要影响市场的因素有哪些 对于未来的趋势您有如何来展望呢 好的 我们注意到护生股市 在目前的点位 确实是一个多空拉锯的格局 实际上从技术上来讲 经过上周调整之后 市场具备一些旧行反弹的 这样的一些基础 确实盘中以科创板也好 创业板也好 有一些科技板块的个股 包括AIGC等相对表现比较活跃 但从指数情况来看 应该说反弹仍然是比较弱 比方说上证指数围绕年限 已经盘整了将近15个交易日 很明显是一种横盘整理来代替反弹 那为什么会出现比较纠结的表现 市场要在关注什么 我们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 当然大家还是对宏观经济数据的一个关注 我们也看到了最近陆陆续续公布的 从制造业PMI 然后是海关的进出口贸易 然后又到了CPI和PPI 又到了昨天我们看到的信贷的这些数据 整体上来讲是呈现了一个弱辅输 在辅输的过程当中也面临诸多的挑战 所以大家对于整个经济辅输的稳定性 还需要有更多的数据来确认和验证 这是导致当前市场相对来说偏谨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两天美联储即将开会了 这个到明天凌晨就能够看到最后的议席的决议 从最新公布的美国劳工部的5月份的CPI情况来看 到4.0%低预期 而且这个核心通胀也是低预期 在这种情况下现在预期可能维持这个利率不变的 这种机会更多一点 那为什么要关注这个呢 主要是这个美联储是否继续深息 表明了美联储对下一阶段 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 那么同时呢也是会对于未来的市场的表现 可能对于未来的表现也是会有一定的程度的影响 继续要关注这个美国会不会进一步的加息了 我们待会还会继续连接一下我们的A股嘉宾 那待会我们就要看一下今天A股的整体表现 比如说上升指数今天目前到现在还是跌 跌幅还有所收在目前只是跌一点 暴在3232点 另外生成指数呢反而是升的 目前升幅呢是超过0.3% 升41点 暴在10997点 创业版纸呢还是跌了一个一个跌幅 跌幅为0.02% 暴在了2166点 在一个水平稍微比较疲弱一点 我们看其实今天版面上呢 其实也是震荡之后呢 也是有所回落 像包括今天的户指啊创指都有在于翻率转跌 那么也确实接下来呢 更多的还是要关注于在外围方面的货币政策 以及在国内方面的这个财政方面的刺激政策 将会着力在哪些方面 也会给未来的一个板块轮动 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好 我们现在在视频线上尝试重新接种钱老师 钱老师你好 可以听到吗 主持人好 抱歉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体啊 我们看到央行也是有所动作了 随着昨天央行是降低了逆回购 和常备的借贷便利利率呢 市场就期待后续将会降低 这个中期借贷便利 MLF以及这个贷款的市场报价利率是LPL 那您觉得这会对银行板块 将对怎么带来一些怎么样的影响呢 好的 我想市场应该还是一个边走边看的 这样的一个行情 那当然今天银行股也没有什么表现了 主要我想从短期借贷便利利率下行 包括这个逆回购下行利率 实际上是央行和商业银行之间 来降低商业银行的这个成本端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现在强调金融机构尤其银行支持实体经济 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未来LPL的利率端可能也会同步的下行 所以对银行来说 它进价和出价实际上都是双向的降低 另外呢随着利率降低以后呢 我们也了解到现在部分这个消费者或者信贷 包括尤其是五年以上的房贷 可能有比较强烈的这个还贷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和冲动 这样一来的话呢 实际上对银行的这个影响就相对比较中性了 当然我们也希望随着利率 贷款利率下降呢 使得这个贷款的这个需求能够有所上升 那么这样的话能够使得银行把这个蛋糕做大 对银行的这个经营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是呢相关的政策宣言落地之后啊 有两到三个月的观察期 所以呢可能还是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看看二季度乃至于三季度 银行的效益 是不是因为这个利率下行之后 能够有一个这个持续稳定的一个 这一点还需要有所观察 那另外呢在板块方面 我们也看到像酿酒 美容 医药 食品等等的 这些消费板块轮动走强 那么对于这些板块的后续行情 想问一下秦老师会如何来看呢 投资者目前看还有没有一些参与的机会在呢 好的 因为最近市场确实有点徘徊 所以整个市场投资也是比较的犹豫 在这种情况下面呢 大家还是强调安全边际了 包括像中特孤啊等等啊 跟安全边际有关 那么对于大消费板块来说 我相信投资者也能理解 就是在市场不太明朗 或者是不太活跃的情况下面 那么大消费板块呢 是一个业绩比较稳定的 所以不管是必选消费 包括白酒啊 食品饮料啊 还是可选消费 包括餐饮啊 旅游啊 包括这个教育啊 休闲啊 那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弹性 表现得比较活跃 那我想对于稳健性投资者啊 如果要做配置的话 那么喝酒吃药仍然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选项 当然从医药的角度来看呢 还是有波动 因为毕竟啊 最近这个接采的劣度比较大 我们看到像长存高薪啊等等 因为受到接采消息的影响的 股价调整呢 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 不同类型的板块之间的这种差异 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有所区分 但是从大消费的整体的方向 再来说作为一个稳健配置 我认为还是有这个参与的价值 那节目最后我们再来谈谈 在这一阶段的一个部署的策略了 现阶段啊 对于这个投资者的一个操作的部署 您有哪些建议是可以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我想第一还是一文为主吧 因为整个市场反弹比较弱啊 而且呢现在关注的因数比较多 刚才也讲了一个宏观经济数据 一个就是美联储师傅升息啊 对这个美元指数的表现 对人民币汇率的表现实际上都会有影响 第三呢因为毕竟六月份啊 这个流动性会偏紧啊 银行是缆存的一个高峰期 在这种情况下面 市场反映出来的这种偏紧盛的一种 走势和心态 那么对投资者来说 普通型投资者还是一文为主 那么第二呢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操作风格 比方说比较接近的投资者啊 比较快进快进的投资者 当然你可以在文化传媒啊 你可以在这种游戏啊 这种AI啊 半导体啊 但是呢 神经济讲这批股票的固质都比较高啊 然后呢 这个市值也比较小 所以它的波动率会比较大 那么这只适合于短期的啊 对风险管理比较比较比较果断的啊 这部分投资者 投资风格投资者来参与 那么对于中长期的稳健影投资者 仍然建议大家呢 还是以业绩 以回报率 以股息率 性价比 以稳定度 来来来来做个参考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我觉得街友蓝筹啊 包括消费板块呢 仍然是大家可以参考的方向 嗯 好 也是这一节感谢钱老师 带给我们的详尽分析 跟精彩的解读了 我们也是先休息一会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